再來還要看到 彰化縣和美鎮有三個兄弟 平常是相依為命 但是三個人常常三餐不正 由於呢 這個老三 他是骨瘦如柴 整天坐在地板上 體力不支 救護車到場之後發現 老二也是同樣的狀況 一開始 救護人員在找老大使 還找不到他 後來才發現 他已經暈過去了 趕緊將人送移 簡陋髒亂的房間裡 葉老三低著頭坐在地上 他受到剩皮包骨 明顯營養不良 連話都說不清楚 你多久沒吃飯了 救護人員幫他涼血糖 緊急送衣 家裡還有老二 也是同樣狀況要送衣 連續送了兩個人到醫院 沒想到他們兄弟說 老大也在家 一開始大家都沒找到人 後來發現他已經暈過去 他才不舒服 彰化縣和美鎮好修理 夜姓三兄弟 平日相依為命 靠老二打零工 一個月賺一萬五 和老三微博的市場 補助過火 本來就常三餐不計 偏偏遇上疫情 沒有工作 三個人不知道 已經多久沒有好好吃飯 我都想吃 他們吃他們就沒辦法 他們沒辦法 親友想幫忙 除了送些食物 也不知道該怎麼辦 那我們這邊會來結合 一些飯工的計畫 連結當地的社區的資源 讓他家庭的功能能夠恢復 社會處表示 三兄弟因為民相有房產 不能申請低收 但會協助他們找工作 讓這個家庭可以慢慢恢復 正常運作 記者戴洋貌 中央報導 一下 出賣 來了 來了 途中央 谢谢观看